我叫刘乐妍 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孩 3月12号 我受邀来到台州 参加当地举行的 2021两岸青年才具 魅力台州型的活动 活动的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娇江大成岛 这里的风光 和台湾的澎湖湾 很像很像 但对于我来说 大成岛还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当年啊 我的外婆 就是从这里去了台湾 问他外婆 你到底是怎么来台湾的啊 第一问 我居然把我外婆问哭了 她哭得像个孩子 其实我那时真的蛮心疼 我都有点后悔 我怎么问这个问题 但是我现在还是想想不后悔 我要问 不然以后没有机会问 我想知道 我的祖先哪里来的 我想知道祖先的故事 外婆告诉我 她是台州温岭人 六七岁的时候 国民党从大成岛撤军 她随着军队去了台湾 外婆经常的提起她的家乡 她依稀记得 她的家是在台州温岭的松门 虽然想家 但多年来 外婆一直没能回家看看 这一次我也是带着她的心愿 来到台州寻根的 问一下你以前 小时候住的那个松门那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特征啊 或是有什么旁边的景点 那你爸爸是乡长 你爸爸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我哥哥 哥哥叫乡长 哥哥 别是 别是 别是有 其实我 真的觉得可能找不到 但是呢 就是不死心 想来碰碰看运气 得知我是带着帮外婆回家的心愿而来 台州市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的工作人员 帮忙联系了松门镇政府 这个 你的那个真外祖父 对对对 真外祖父好像是叫 林子清 林子友 林子友 对 叫林子友 林子友 它是原先是我们温岭的一个 治安大队的大队长 不是松门的那个 乡长的可能是这样子的 然后具体的是在杨柳坑 杨柳坑那不熟悟不熟悟门 他在石堂镇 他在石堂镇 所以这个整个下去 可能你要到石堂镇去 再具体了解一下 一波三折 原来啊 外婆的家并不在松门镇 而是在旁边的石堂镇 已经到达杨柳坑了 我外婆现在是石堂镇的杨柳坑这个村子了 居然还真的有人记得那个 治安大队长的名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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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让你这个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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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 外婆和她大伯家的老房子是个炮楼 现在还成了石堂镇的文物 我跟你说 我找到 我找到你家了 你家以前是不是有个炮台 有个炮楼 对 有个炮楼 你还在 在啊外婆 你家那个炮台啊 现在是石堂镇的骨鸡啊 超好找的 超好找的 是骨鸡啊 对对对 石头做的 我找到你家了 我找到你家了 而且是这边的 温理寺的石堂镇的历史建筑 清代文物 是你家的对吧 我找到你家 对三层楼 我找到你家了 就在我为找到外婆老家兴奋的时候 有个当地的奶奶找到我 拜托我给外婆打个电话 我在这里遇到一个奶奶 她认得你啊 然后呢 她想要问你 她爸爸去了台湾 能不能告诉她她爸爸 来 阿娘 来 阿娘 你听信看 我来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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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 我爸爸 我爸爸能 连小奶能懂的 连小奶啊 连小奶 连小奶 在地外边去连用 一大车落连小奶 我的爸爸都在你家里 跟小乡一起 都连小乡 连小奶乡 已连小奶 连小奶 你们那个群母呢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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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家里去 вон子 帮个群母呢 人用 呀 人用 看着两个老人通过手机 用泰州方言亲切交流 我深深觉得海峡再宽 也隔不断两岸的亲情 我这次泰州寻根 顺利完成了外婆的心愿 我想大声说一声 回家真好 临别时 林奶奶坚持要陪着我下山 我知道 她也有一个心愿 等着我帮她实现 时间短暂 四天的泰州之行就要结束 我也即将坐上返回北京的飞机 这次来台中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 找到我外婆小时候的家 她已经离开这里70年了 没想到我居然还找到了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 也是希望把那个 台中那个奶奶的心愿 带到台湾 我尽量 我不能保证 但希望也能帮我本来完成心愿 台中 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